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就是喜欢唱歌的人他就是没什么资源 然后走一般传统的管道他可能又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哄 没办法靠这个吃饭 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是另辟一个环境 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又可以赚到钱 然后可以以兴趣又可以结合生活这样子 又可以赚到钱 可以达到他们想的目的 什么样的发掘这些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就是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听一些好听的歌声 所以我就是去网路上开发 找一些喜欢唱歌的人 然后后来就是有认识一个街头艺人 就有一个朋友他认识街头艺人 他就问我说 他觉得我们唱歌的脑听 要不要去街头唱唱看 然后我就说好 我想要另外一个体验 然后我就跑到清水秋季站 找他认识那个街头艺人 然后那个街头艺人的朋友就让我们在街头直接开始 唱歌 开始唱看这样子 然后就唱的时候 那个街头艺人朋友结果我们唱不错 然后说那你常来啊 然后我们就常去 因为本来去KTV唱歌要钱 对 那我们就去那边唱啊 不用想 然后又可以练版量 真的 对对对 然后就顺便帮忙他们 因为他们是一个视障的团体 然后他 他那个他妈妈很容易要上厕所 要有人在参扶 对 然后他们是两三个人一起唱 然后因为要唱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一个人一直唱的话很累 对 所以要有个人轮替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刚好又多我们 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我们就去 然后我们就轮着唱 然后他们就可以休息 然后我们又可以帮忙弄一些器材啊 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 我就帮忙他们 因为这个机缘让你想 对对对 又可以做三四 然后又可以想说 然后又可以唱免费课 然后又有 对 然后又可以练一下胆量 就在那边练歌这样子 对 那其实创业其实不是很容易啊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啊 或者是困难是怎么去度过的 对 然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比较是算 比较唱KTV挂的 对 然后然后因为我们唱的歌都是 我都练那种很难很难唱的歌 那种很难 而且我就是练摇滚乐 那我们有一些 我一些朋友很厉害都 也都唱那种比较大的歌 要摇滚 但是那种歌去比赛 就不一定会得你 对对 然后后来我们里面 我们后来我就创了一个曲 那我们里面就是有 有另外一派他是专门去比赛的 然后他们就比赛了 比赛会有一种比赛歌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后来研究出来 就是评审喜欢听什么样的歌 对 然后但是都是那种比较老派一点的歌 就是那几首 然后他们都把那几首练的滚瓜烂熟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要这样子 就是会被 就不是唱你自己想唱的歌 而是为了评审 而去唱他们想听的歌 民和评审的喜好 对对对 那他们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赚那个奖金 就是因为他去比第一名 他们的比赛都会有奖金 那他们是为了研究怎么去赚那个奖金 而去唱的那些歌 而且 那当然比赛第一名他也会有一些名气 对 也会有红 也会红 对 但是他们红就是在那个圈子 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子 我想要希望是唱我喜欢唱的歌 而得到流量 而不是说就是迎合评审 而且评审就是他听不懂我们这些年轻 比较年轻的唱那些摇滚的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想法 就因为摇滚了都要比较寒什么的 但是他但是评审 就对评审来说 他们就觉得那样是通常就扣分比较多 所以你在那边唱反而得不到名次 就那 所以我想说那我你因为自己弄一个 而且后来久了之后他们就觉得 我唱那种歌 然后又不稳定 他们就觉得我这样唱可能不太好 或是觉得我这样唱会上喉咙 还怎么样的 渐渐的就是理念就不太合了 对对 然后加上我那时候唱 我那时候创一个群组 我是有跟一个女生合作 就是然后因为我是等于是群组的管理员 对对 那他们就觉得 然后因为你看我就觉得 他们就觉得我就是明明就唱了 又不怎么样 为什么我可以管理这个曲 他们就开始有点不服我 质疑的声音 对对对 然后后来所以久而久之 他们就开始 就是开始渗透里面的人 就是就把那些人就是要 就是开始分裂 就是他们要把我 理念不合就把他抓过去 他那边这样子 然后久了 所以久了之后就 直接区分出就是喜欢你的 追随你的人 对 然后认同你的理念的人 就是跟你一起去前进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就分裂了 所以就而且还不止一次分裂了好几次 所以后来我就是我就 我就懒得开群了 就是懒得在开群了 但我后来又跟另外一个朋友继续继续经营 然后后来又被我经营起来 我就发现其实我能力还不错 其实你的理念还是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对就是代表我的能力是有的 就是我只要想做 我基本上可以做到 就是还是可以慢慢经营起来 是好棒 那腾哥就是你的经营理念 跟这个产品的服务介绍 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吗 那我的服务呢 基本上就是看 看怎么讲 就是这个人喜欢唱歌 那他会有什么样的需求 那他在那个需求在什么程度 我都可以帮忙他 如果他一开始他是小白 他只是想要学唱歌 他一开始唱得不好 那他想要更进步 那我这边可以先教他怎么唱歌 是 对 那我这边有很多高手 他可以跟高手交流 他可能就会得到提升 那他提升到一个程度之后 他想要去表演 那表演第一个遇到问题就是 第一个是板亮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设备 设备的问题 那设备他一定要花钱 对 那很多人他就 没有这个预算 对他没有这个预算 因为光随便你一颗喇叭 再怎么便宜 可能都要接近一万块 是 对那好一点 我那颗boss一颗就两万多快三万 嗯 然后你还要买麦克风 还要买普交 等等的许许多多设备 你加起来就好几万 那你只 那你一开始 你只是怎么讲 你还没开始跨出去之前 你根本没有办法 而且对一般的印象来说 那个是不会赚钱的 所以你不知道你哪时候才可以回收 所以你不知道能回收 那你基本上你就不会投资 因为你要投资 你一定要觉得是可以赚钱的 你才会投资 不然你等下是你投下去 就是打水漂 对 等下是这样 那我这边就是可以 你缴一点点前进来 那我设备就借你 我就可以帮助你 而且我还可以教你很多专业知识 比如说麦克风怎么挑 音响怎么挑 那音控怎么控 怎么接线 连贯接线很多都不会进 所以是采那种会员制 入会费的方式 他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得到我这些所有的 很高级的设备 对 然后还有很多人脉的资源 音乐的资源 技术的资源 我都可以协助他 然后甚至是表演的机会 后续还有表演的机会 对 他如果唱得不错的话 我就会发唱给他 很棒 就是进去学习 然后还可以就是使用这些高级的设备 那之后 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还可以跨出去做一些商演 对 这边都会提供 对 然后甚至到我公司 假设我公司规模够大 我也可以发展出一个新的经济员 经济合作模式 但是就不是走传统那种的 是 很棒 这样是很棒的体验 然后又可以认识更多的音乐圈的人脉 对 那腾哥就是未来 就是宇宙星星的未来的短中长期的规划是什么 未来就是我先把台中这边弄好 因为我最近又弄了一个餐酒馆 所以我最近都在忙餐酒馆的事情 因为餐酒馆那边刚刚开也没什么人 所以我在想办法应留 就是找客人来 对 然后稳定之后 然后我也找到可以替代我的人之后 我就要去台北发展新的据点 就是开饭店的意思 然后当然是希望可以拓展到 就台湾的至少各大的重要的城市都会有 有一个据点这样子 那到未来也可以开拓去海外这样子 那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帮 帮我 我觉得很不错的歌手 我可以帮他办个演唱会之类的 很棒 就是为他发光发热 找出他的亮点 我提供他一个舞台 就是台湾的市场不support他 我来support他 很棒的初心 甚至我也可以自己弄个电视节目 就是我想要把台湾的 因为现在就是台湾没有什么人 在投资这个音乐节目的东西 音乐市场这一块 对 那我只要赚到钱 我就我愿意去再去投入这一块 愿意栽培更多的音乐素人 对 甚至开一个节目都可以 是很棒的梦想 那腾哥就是如果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 创业人想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你有没有给到他们什么建议 第一个就是肯学习的心 对 那再来就是他要对自己 有一些应该说勇于尝试 就是你不要放过任何机会 因为我也是 比如说一首歌我练不起来 我就想 不管 我就是想办法要达成 就像我这个公司也是 就是遇到什么挫折 我就是想做 所以我就是我没钱就有没钱的做法 那有钱也有钱的做法 但是我就是想要 都要去努力克服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去想做的那个冲动跟性 对对对 就是遇到困难 就是你要想办法去跨过它 要去克服 那就是你自己不行的话 你就是去问别人 对 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平台也是 我们这个平台有很多的 只有你有什么音乐上的问题 也都可以来问我们 我们都会尽量帮你解决 对 很棒 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宇宙星星有线公司的创办人 呂一腾先生为我们的分享创业故事 谢谢 谢谢腾根的分享 谢谢 谢谢